台中地檢署在昨天所发动历年来最大规模的扫黑行动 派出了千名陷阱调人员兵分三百路 挖掘了中南部十四个贩毒的集团 而且还逮捕了三百人到案 那么除了发现是有集团利用充电器来藏毒 还追查到了高雄有一间戒毒的诊所 竟然涉嫌贩毒 毒贩当街交易被人赃拒货 塑胶代理装的是一个个手机的充电器 远景拆开一看别有洞天 狡猾藏毒被试破 警方搜索毒窟还发现这个六人贩毒集团 拥枪自重 企图行动全国大串联 台中县警方也有斩获 从两百七十个搜索据点 导破了绰号阿良的贩毒集团 他分两班次日夜二十四小时操作 每天到二至三部的租车 那他是以老鼠会的方式 我多层次直销 为了躲避茶器 主嫌利用人头随机租车 还利用进出都要两道密码所的逢甲商圈 日租型套房 跟警方大玩捉迷藏 老鼠会直销式的贩毒手法 连太极外劳都遭毒害 警方瓦解下游的贩毒组织之后 向上追源头赫然发现 毒品来源竟然出自高雄地区 这家相当知名的戒毒诊所 而且两名七八十岁的老医师 疑似织法犯法 两名设案医师到案后 矢口否认犯刑 但警方早就掌握诊所幕后的理性 女老板涉嫌教措医师开立假处方 将管制药品外流提炼毒品 曾经来诊所戒毒的患者 听到消息并不压抑 七号的气毒搜索 是台中地检署 历年最大规模的行动 五十组检察官指挥签名 陷阱调人员兵分三百路 检方强调跟毒品黑道宣战 将不眠不休 不定时展开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